其中一尾长尾鲨翻腾了两下 尊随着海水中的血浆 不过下一刻突然身形一致 随即便在鲨群里横冲直撞了一番 没一会 原本前冲狠急的鲨鱼群都缓了下来 只有那尾小心地往银号所在的方向游了过来 长尾鲨的游速很缓 到了银号面前时 长长的尾巴居然连动都不动了 银号大喜 伸手在长尾鲨的头上轻抚了一下 幸好碰见了你 银号终于放下了心 手在长尾鲨的头部轻拍了两下 笑着道 给你起个名字吧 叫什么 想了片刻 他再度笑道 你尾巴这么长 我看就叫你金丝侯吧 哈哈 鲨鱼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 还将头往他的面前挺了点 不过下一刻长尾鲨又转身游回了鲨群 就在银号打算通知吉恩网船的方向游时 下一刻金丝侯又缓缓地游了过来 这次不仅是他一位 旁边还跟着一位小家 到了近前 金丝侯的头又轻轻地顶了一下银号的手 银号看了一眼小家 发现他身上有一处的皮破了 鱼肉翻着 受了不小的伤 泽泽 你这是把我当医生了呀 他让小家伙不要动 手就在破皮的位置轻浮着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永久幸运值又下降了二百点 好了 下次小心点 这么小就开始干架了呀 看着没明显变化 但小长尾鲨的活力可比刚刚要好多了 猛地扎入水中 没一会落水了什么 随即还用头顶了顶银号的胸口 这一番动作 看着吉恩和小丑两人都猛了 羽狼共舞算什么 自己居然看到了与鲨鱼群共舞的男人 林是海神的儿子 好一会 吉恩才难难的说了这么一句 又看向小丑问头 他和鲨鱼说了什么 小丑摇了摇头 下一刻两人又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地位大的长尾鲨顶着林昊的身体 缓缓地往飘远船只的方向流去 还能听到林昊的笑骂声 上帝啊 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一刻残暴的长尾鲨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林昊养的小宠物 林昊被长尾鲨顶了有些痒 等到了船边 他这才低声道 是我的敌人 干他们 长尾鲨的头部又在他胸前轻碰了两下 示意自己明白了 林昊笑着在他的大头上拍一下 去吧 几次好 从船尾的位置翻上了船 船的一边受到了撞击 虽然有些迫速 但好在双马拉是好 林昊轻松地便启动了船只 缓缓地往吉恩所在的位置开过去 快上船 林昊抛出一根绳子 先把小宠拉上了船 接着吉恩才上来 林 谢谢你 没有你我今天就算不葬身杀口 也会力竭淹死 林昊面带愧疚 吉恩 这些人或许只是为了对付我 你只是受了我的连累 放心 你的损失我会赔付的 你是我的客人 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所以这种话不必再说 林昊笑了笑 也没了钓鱼的兴致 目光看向远处的两艘快艇 吉恩也看了过去 目光里全是阴冷之色 等上了岸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两艘快艇上的人没想到对方能获救 正想着发动船只步骑重施 不过船只刚启动 就见船附近的水面突然沸腾了起来 就在吉恩还一头雾水时 一个巨大的身影跃出水面 然后一条宽厚极长的尾巴 猛的扫到了甲板上 又一个更大的尾巴猛的发力 扫在船尾的两根桶桿上 也不过 吉恩和小曾被这一幕震得目瞪口呆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鲨鱼群突然去攻击了那边的两艘快艇 林 我们 吉恩 太危险了 鲨鱼发疯了 说不准攻击完他们的船就来攻击我们 我们得快点离开 吉恩好似是反应了过来 别说了几声盾 拖着打走的两条腿跑到度室 然后发动机器开着船便往码头跑 两个小时 码头在望 吉恩也终于恢复了精神 林皓将小曾拉到他的面前 低声说道 吉恩 海上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还没想好 不过不用担心林 人又不是我们伤的 不 我们国家有句话叫先发之人 你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报警 把我们在海上受到其他船只攻击的给说了 再说 给对方抛洒血浆 引来了鲨鱼群 可是林 这样说不会有人信的 毕竟我们可是掉了海依旧毫发无伤 吉恩不是傻子 对于鲨鱼的反常 他多少能感觉到与林皓有关 但要是报警的话 这里又是很明显的破绽 他们的船只里 储存了大量的血浆 而且持续排放 哦 我怎么没想到 鲨鱼是闻着血腥气才攻击他们于船的 哈哈 原来是因为这个 你看我这脑子一时居然没反应过来 林皓点了点头 吉恩 我先回去了 放心吧林 接下来有我 你不会有事的 林皓挥挥手没再说什么 吉恩收拾好自己的船 没一会 他收拾好船拍着车去了警局 刚回到住处 鱼法科与提母也刚回来 不等鱼法科开口 小层就开始主动说及上午海面上惊险的一幕 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不用担心 你知道你哥可是有妈祖保佑的 哥 会不会有麻烦 没事的 阿和 别紧张 我会处理的 放心 谢谢哥哥 小曾 上去好好睡一觉 小曾轻偶一声便进了屋 林皓伸了个懒腰 探向正打算提问的鱼法科 我先洗个澡 等一下再说 洗完澡出来 鱼法科早已等得不耐烦 阿号 是什么是什么安排人干的 还能是谁 这老小子是想伪造出我们被鲨鱼攻击而亡的场面 结果刚好碰到鲨鱼群发狂 对他们的船发起了攻击 鱼法科眉头紧锁 从小曾的精神状态就知道海上的一幕有多凶险 想及此 心中不仅多了一丝巨异 更是充盈了愤怒 阿号 你打算怎么办 当务之急要找个律师 我可能会被传唤 我担心 因为我不是本国人 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至于报复 得想办法通知那几个被鲨鱼生死恶的家人 告诉他们 想办法闹大 就算对他造不成实质的伤害 我也要恶心死他 鱼法科想到了 林浩没有说出口的另一层用意 双眼一亮 竖起大拇指 高 这事交给我 我来安排人 我不仅要那几家人知道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先把律师叫过来 小事来着 律师就在大洋城 我打个电话明天就会过来 对了 我看这几天你也别出海了 要不到大洋城去玩玩 林浩微微点头 于法科没在说什么 而是到一边打起了电话 下午 林浩便被警察传唤 去了警察局后 他还看到了吉恩 林 你放心 只是说明一下情况 还不等警局的人对他录口供 于法科找的律师已经来了 叫文森 比他同来的还有罗伯特 先生 见到渔船受到了攻击 你为什么不救而且逃了 林浩耸了耸肩 警察先生 我向你问错人了 我并非是船主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吉恩 先生 请你端正你的态度 我的当事人回答的并没有问题 编号的警察同志 请你端正你的态度 不要妄图恐吓我的当事人 只是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 警局的人就不得不放林浩走 先生 请你暂时不要离开这里 我们 我明天就要去大西洋城 不等警察说完要求 林浩便抗议起来 各位 我的当事人并非嫌疑人 你们无权控制他的自由 当然 你们合理的请求 我的当事人可以考虑适当予以配合 再见 隔日一早 林浩刚起床 没一会吉恩就来了 林 如果你今天还想出海 我可以联系 坐吧 有事和你说 吉恩坐下之后 林浩就让小层打开旁边的箱子 递了几打钞票 放在了吉恩的面前 林 这是干什么 这是接下来12天的租船费用 多出的1万是 给你维修船只的钱 还有3万 是答应你破纪录的奖金 对了 还有一万是 那位金枪鱼的钱 随数没卖 但到底是鱼答应送你的 我就给折现了 这些你都收着吧 可是林 那钱没有 吉恩 你就别推辞了 如果过一段时间 我想请你帮忙 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 不过林 我的能量有限 林浩白白手 拿起一个袋子 将钱装进去塞到了吉恩的手里 好好休息 过几天我会给你电话 吉恩也不再推辞 郑重道谢后便离开了 回到住处 就见阿和提着自己的行李箱 全部交代好了 于法科见他下楼笑着问道 走吧 给你们去见识一下 资本主义的执醉精明 别说的那么愤世急俗 要不晚上给你安排一下 行啊 回去我跟尹沙嫂子汇报一下 你这人真没趣 两人打去了一番 那边安排好了吗 花了二百万买了一个许可证 不出意外的话 随时都可以营业 林浩揉了揉眉心 就感觉有钱人想做一件事 真的是太容易了 另外一边呢 部落会社本就涉及到了渔业 所以对接的很顺利 明后天吧 他们安排人过来签协议 我们需要再找几个品控员 其他的就没问题了 原本以为是多复杂的事 现在发现真是简单 林浩跟渔法科就去了大洋城的码头 收购金枪鱼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中转冷库 金枪鱼必须要达零下50度或者更低 不然就会导致鱼体脂肪氧化酸败 按说这里收购 金枪鱼是稳赚不赔的 为什么对方愿意把资质卖给我们 很简单 因为大西洋城不注重渔业资源 所以每年小镇的指标很低 靠钓鱼为生的人极少 即便在这里收一记下来也不会有多少的货源 渔法科说着一直整个码头 比那边小多了吧 这里虽说也颁发了三块收购的执照 但真正经营的并没有一家 而这边少数的渔民补到鱼之后 通常会到上游的小镇去卖 林浩点头 这才说得通 别看200万漂亮刀很多 但要真正能收到大量的金枪鱼三五年总能赚上来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你说呢 林浩怅然一笑 大手一挥 那就用我们最擅长的招数价格债 来到一个铁皮房面前 里面坐着一个金六旬的老者 于法科介绍道 这是科多 我们冲锋鱼业目前唯一的一个员工 他的经验很丰富 就算不看取肉样本 仅凭外形就能判断一尾金枪鱼的好坏 林浩心想 这门手艺也没啥了不起 陈东就差不多能做到 财务呢 财务双边作账 拉达尔安排的人明天就能到 我也从桂谷安排了一个人 明天下午到 看了一圈 林浩也没有什么内的建议 回到酒店后 就签了一份入股协议 林浩带上小层 提姆直接来到了吴水根的家里 提姆 你去帮我把财务请过来 没了落脚地 酒吧那地方又太招眼 所以他还是觉得老乡这里更稳妥些 老吴 有事没 太饿了 吴水根有些猛 你不是走了吗 咋要回来了 有点事处理 你先别问 有吃的没 面条行不 再加两个蛋 没一会 两大碗香喷喷的面条便端了过来 吴水根还煎了几筷子咸鱼 哟 这咸鱼不赖 老吴 你这手艺也不错呀 吃了一口 就是常见的青鱼 腌得咸淡适中 晒过之后鱼肉更加的紧适 腥味淡了不少 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被逼的 这里别看闭塞 消费一点不低 这青鱼在本地几乎没人吃 我就腌了些 面条刚吃完 吉恩就来了 见到他高声笑道 林 你是不是太想念我 不打算走了 你又不是美女 我的审美也没那么低级 林 你的诚实一点都不可爱 两人打去了几句 吉恩面上一阵道 是你走之前要我帮的忙吗 说吧 需要做什么 林皓摆摆手 冯小曾手里接过包打开 打出一打钱 吉恩 鱼送你的那尾鱼是452磅 初说是35漂亮刀一磅 当时折算了1万漂亮刀 现在再不逆5820漂亮刀 咱俩两亲 吉恩愣了愣地看着台面上的钱 并没说要不要 而是一脸的震惊 林 金枪鱼真能卖到30多漂亮刀一磅 我可没有扶贫的打算 更何况 这不是我的祖国 就是这么多 多一毛我也不会给你 上帝啊 30多漂亮刀一磅 那昨天罗伯特的三尾鱼 亏了一倍还不止啊 足足几分钟后 吉恩才恢复了镇静 将台面上的钱往林皓面前一推 林 这个钱我不能收 为什么 林 你给我的足够多了 昨晚我也愧疚了一晚上 原本要带你掉15天的 确许完了两天 我 林皓白手打断的 行啊 把钱装起来 吉恩还是没有拿钱 面上又变成了便秘的表情 好一会才到 林 这个价钱能稳定吗 我想我的几个老朋友他们 有点没难 见吉恩一脸的失望 他立马又道 不过也不是不能操作 但需要你的配合 林你说 我肯定没问题 吴水跟剑两人谈完事 才从门口走了进来 搓了一把脸道 风加大了 看来明天出不了海 吉恩双眼一亮 明天不能出海 对于于明来说不是好消息 但对于他即将要做的事来说 那可是太好了 林 我现在就去联系 保证把声势造大一些 不急 明天中午时才动就行 说不准明天一早 我们的审批过了呢 吉恩难得的翻了个白眼 心里有事 就先离开了 老吴 你这个杂货店 一月的收入多少 倒也不均衡 这个季节的生意要更好些 再就是圣诞前后 平均来算的话 一个月1800漂亮道 我老婆还带着做一些手工 那边的鱼具店 经常会请人之往 每天也有40漂亮刀的入账 但活不稳定 也怪不得 那晚在酒吧 无水跟那300漂亮刀 会钻得那么紧 至于他为什么会去 也纯粹是听说来的老乡 想着过去看看的 没成想还真是自己故土来人了 而来人和自己 说着一样的相应 顿时就清静了不少 老吴 想来你也听明白了 我在这边布置了一些产业 是三人合伙的 但另两人都有贴心的人 在这边看着 我想请你帮我带看着 日常的工作行政后勤 你刚好是开杂货店的 一些后勤 才把你肯定拿手 再就是记录一下 每天出入库的数量 包括收购的金额 你也顺便记一下 具体的 到时会有人教你怎么做 至于工资 先干一年看看 考虑到你每天来回的有费 我每月给你七千美刀 一年后 如果我们的盘子变大了 工资咱再谈 当然 如果干不下去了 你也只能再回来 接着干杂货店 你说真的 我有必要拿这是开玩笑 工作地点就在大西洋城 你这杂货店 可以先让你老婆看着 你要是同意 咱就签的协议 不用那么多 五千漂亮刀就够 我干了 林浩笑了笑 工资多点并不算什么 人贴心才是最主要的 毕竟这份产业未来大有可图 老吴真的能帮自己 看好这个地方 再加一点也无所谓的 晚上林浩没走 提姆邀请他去家里住 也被他婉拒了 老吴 能打地瀑布 没问题 刚好晚上好好聊聊 阿浩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也没啥 别和他们起矛盾 负责你那块就行 但要是有人惹你 你就告诉吉恩他们 他们会帮你出头的 你打算把吉恩也拉拢进来 林浩点点头 你到时和吉恩多交流 那老小子心思比较单纯 有些弯弯绕的地方 你适当也提醒他一下 放心吧 这边人都比较呆板 玩西远他们能玩的就那么两三招 非常的浅显 早上想吃什么 粥吧 可惜没有争脚 那你这还就赶上了 我前天没事和老婆包的 管够 下午的时间 他跟于法科聊了一会 大致的行程确定了一下 至于于法科 他可能会在费城滞留几日 把这份产业的前期工作理顺 你不休息一会 第一天收鱼 我还是现场在看的吧 对了 出纳安排好了吗 都已经过来了 你放心吧 于法科给介绍了出纳和财物 林浩也将老吴介绍给了众人 明确分工之后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着鱼过来就行 林 我估计今天他们的收入提高 但真正能带回家的或许更少 林浩表情一恶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吉恩 这个你可要跟他们说清楚 至于听不听 那就在他们自己了 我知道的 林 吉恩 还有件事 我和于商量过 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 我希望你能来帮我 本以为吉恩会很兴奋 但这种神情只在他面上一闪即逝 随即缓慢地摇头 林 我当然想帮你 可是我只是个渔民 除了钓鱼其他的我都不会 林浩的手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 你能这么说 说明我没看错你 工资吗 暂定七千万 我想我会让你失望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你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帮我们联系货员 说白了 还是和那帮渔民打交道 你先做半年 半年后 公司会再给你一定的提成 到时你联系的越多 就赚的越多 说不准月入三五万 也有可能的 吉恩依旧没有被大饼砸中的星系 反而皱着眉头到 林 钓鱼记一年也就半个月 我们又不止 只收金枪鱼 说不得以后 还会到阿拉斯加收银雪鱼 还有我们若只是和钓鱼的人打交道 这格局也太小了 未来的主力 肯定是那些有资质和指标的远洋预传 见吉恩犹豫 林浩知晓他心中所想 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 辜负了自己的信任 吉恩 你可是答应过 要帮我一个忙的 行 那我先试试 如果不行你再安排其他人 吉恩 记着我们的法宝 那就是我们的价格 在别人疯狂压榨愈民的时候 我们的价格就很良心了 利用价格优势 我相信你 很快就能打开局面 在那包开了新的 收购商没反应过来之前 先签下一部分传制的供货协议 林 我明白了 林浩白白手 让他别打断自己的思路 你一个人肯定不行 你要组建自己的团队 目前暂定三个人吧 他们的工资比你第一千票两高 如果有人愿意 你可以挑选自己信任的招路回下 听到这里 吉恩双眼一亮 那我可以邀请罗伯特吗 那家伙虽然嘴臭 但脑子倒是没坏 哈哈 你自己做主 吉恩经理 接下来就你和科多一起来应对吧 科多会开出公允的价格 你负责吹牛打屁就行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第一艘渔船靠了过来 对方下船寻找收购的人 面上多少带着点坦克 人吗 嘿 医夫 你的眼神可不算好 我不站在这吗 你 你是收购的人 怎么样 跟我打交道 难道你还不放心 你知道我的血糖很高 所以就是想让我早点去见上帝 两人说笑了一番 没意会掉击沉到船上 开始往上钓鱼 医夫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掉到了两尾 个头都在四百多磅 听以为四百七十五磅 油脂含量不错 肉颜色也是鲜红的 我能给到三十三美刀一磅 这个价格你看合适吗 听到这个价格 医夫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是三十三美刀一磅 对 你要是觉得合适 那种 合适 太合适了 医夫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根 虽说吉恩说了 这边能出到三十美刀的价格 但他并没有想着自己能拿到这个高价 没想到第一尾品质中上的鱼 对方居然就给了三十三美刀 天啊 这是天价 医夫 我吉恩从不会欺骗兄弟 第二尾是四百九十三磅 品质相较第一尾稍差心 虽然个头大 但鱼肉偏瘦 我只能给到二十八美刀 太好了 这个价格 我接受 科多安排人抓紧时间将鱼入库 弄好这些 他一边开单子一边笑着道 你是教义夫吧 下次来我就能记住你的名字了 恭喜你 今天调到了两尾好鱼 跟着吉恩去财务结账吧 说吧 将一张单子撕给医夫 走吧 医夫发现自己的手都有些颤抖 今天的两尾鱼居然给他带来了近三万美刀的收入 目送的医夫离开 没一会罗伯特也来了 他今天调到了一尾 足有八百四十磅 科多爽快的给了三十五美刀的天价 谢谢林 谢谢鱼 如果没有你们 我们依旧像黑公一样 被那帮人剥削 到了晚八点 收了有二十多艘船 约三十尾左右的金枪鱼 这一会就去了三百万 看这情况 至少要准备八千万美刀的现金流 不用那么多 顶天四千万就够了 达到二百尾 我就会安排飞机先飞一趟 部落会社那边已经沟通好了 T加2付款 而只要转一圈 我们的资金就会更充裕了 你真会说笑 就算是四千万 我三成也谈到了一千二百万 你认为我现在能掏得出来 行了 鱼法科翻了个白眼 这货占便宜没够了 放下心头的是 零号又把老吴叫了过来 感觉还适应不 这有啥适不适应的 简单找呢 目前你上班的时间只能是这样了 我还想叫你办件事 联系一个快餐店 准备一些饮料和汉堡 面包之类 很多送鱼的到这里已经七八点了 肯定很饿 到时可以拿着先垫垫 免费 对 免费 有个千万别准备的太差 不然没落好 反而受埋怨 老吴拿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阿浩 我有个想法 你看行不行 其实刚刚有人喊了我就在想了 我打算把家里的杂货铺堆出去 让老婆孩子都过来 就在这边码头寻摸个地 吃一个卖包子 水饺 馄饨的店 大家在海上浇酒了 下船肯定要吃点带汤水热乎的 你放心 我不会参与 丁号在他的肩头重重一拍 可以啊 老吴 出来这么久 老家男人眼光独到的传统还没丢吗 你同意 这又啥不同意的 我觉得能成 肯定比你那杂货不要强 不过也更累就是 我老婆不怕累 怕怕熊 哈哈哈哈 丁号哈哈大笑 提醒他在自己摊子没支起来之前 先准备点吃食 摊子支起来后再撤了就是 这么高的价格收购 谁又能说出半个不字来 我们也该去吃饭了 饿惨了 丁号点头 和大家打了招呼 这才离开 终于 琼斯远处看到了渔船靠近的灯光 两人不约而同地迎到了战桥边上 医夫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今天真是太不幸了 等到六点 一尾鱼都钓不到 我在的那片海域 居然全是鲨鱼 害得我鱼线 还被拉断了好长一段 今天没鱼 琼斯眉头微微一皱 该死的 琼斯 你不要一直提醒我 好不好 医夫相当的不满 说完重重的哼了一声 背着东西便离开了码头 两人面面相去 琼斯看着远去的背影说了一句 就知道和我发脾气 昨天去镇政府的时候 怎么那么怂 算了 与我们无关不是吗 又等了片刻 罗伯特的船回来了 这次迎上来的是皮特 结果不等他问 就见罗伯特已经在骂了 气死了 一天就白过了 罗伯特 今天这么晚 当然是等鱼漏 等到这么晚还是空军 真是太被运了 接着就骂骂咧咧的走了 原本两人以为这两艘船是个别现象 但接下来鱼船开始大批量的回来 而且每艘船都是空军 要说一天出鱼量少 这很正常 到十点钟左右 所有鱼船回来 还真的一尾鱼都没有 我看我们需要跟乔西说一声了 说什么 难道你以为他们是真的空军 很明显 他们有了更好的售卖地 皮特说完这句话突然笑了起来 渐渐的笑容越来越苦 本以为昨天的他们是一盘散沙 现在看来只是耍我们 他们肯定早就商量好了 而昨天之所以示威 也只是做给镇上的人看 表明错不在他们罢了 那你觉得 他们的鱼卖给谁了 在什么地方交易的 问不出来的 他们的心太急 谁要是说出来 肯定成为团队中的公敌 除非我们明天安排一艘船 悄悄地跟着 或者 那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回报吧